据恶心日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 9日九西摩赫什的调查报告发表评论说 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的恐袭 或将在世界任何异地重演 美国资深调查记者 普利策奖得主赫什8日以知情人士为消息源 在一篇文章中指认 美国拜登政府策划炸毁俄罗斯 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北溪系列管道 佩斯科夫表示 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先例 只要有人干过一次 他就可能在地球任何地方做第二次 世界上能够搞定此类暗中破坏活动的国家并不多 他指出 俄罗斯曾积极采取行动 试图参与对北溪管道爆炸案的调查 军委获成功 但俄情报部门一直在努力工作 在过去的数学里 俄罗斯采取了很多非常积极的行动 希望能参与调查 哪怕是掌握一些新情况 令人遗憾的是 我们的上述努力 遭到排斥 终究未被允许接触有关信息 但我国的相关部门 仍将此案留在自己的工作日程中 佩斯科夫说 赫时的调查报告表明 这是针对国际重要基础设施 史无前例的袭击 对此必须进行公开调查 不查出真凶 不将他们绳之以法 是不可能的 他强调 西方媒体并为广泛报道赫时的文章 这令人感到惊讶 就某些内容可以提出异议 某些内容需要证据 但其分析之深刻 论述之严谨 值得关注 可以这么说 忽视它的存在至少是不正确的 尤其是对于德国这样的国家而言 毕竟 这场恐习 令它损失了非常重要的能源设施 佩斯科夫还提到 莫斯科发现 针对北溪管线 恐习的调查 正在遭遇悄无声息的掣肘 我再度重申 这篇报告只是记者调查 并不能将它当作一手消息来源 但它属于非常重要的材料 应当促成国际调查的提速 而我们所目睹的正好相反 相关的国际调查遭遇了悄无声息的掣肘 据俄罗斯卫行社报道 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 威亚齐斯拉夫沃洛金 9日表示 美国记者公开的北溪管道爆炸事实 应成为国际调查和追究 美国总统拜登责任的基础 据报道 美国记者普利泽奖得主 希摩·赫什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在2022年夏季的 北约波罗地海行动演习期间 美国勤势员在北溪管道下安置了炸药 挪威在三个月后将其引爆 赫什补充道 在决定破坏北溪管道之前 美国总统拜登与国家安全团队 曾进行九个多月的秘密讨论 沃洛金在社交媒体中写道 以公布的事实应当成为国际调查的基础 以追究拜登及其同伙的责任 向遭受恐怖袭击的国家支付赔款 沃洛金称 拜登将以恐怖分子的身份被栽树历史 他是下令破坏其战略伙伴德国 法国和荷兰能源基础设施的恐怖分子 白宫方面则断然否认 赫什文章所述内容的真实性 据法新社报道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 阿德里安娜·沃森 当地时间8日表示 赫什报告完全虚构 美国中情局发言人也附和了白宫说法 称赫什报告完全不实